如果你在40岁的时候被丈夫劈腿离了婚 还带着俩批小孩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 你会怎么生活下去 2009年的高分电影《我的唯一》就给出了非常完美的答案 《我的唯一》又名只爱多金男 它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喜剧故事 40岁的安妮与出轨丈夫离婚以后 毅然带着两个儿子出走 为了重新过上优渥的生活 安妮和她的两个儿子开启了一边旅行 一边寻找多金丈夫的流浪生活 原本以为凭借着自己的优雅魅力 很快就能觅得如意郎君 但安妮一路碰到的都是骗子酒鬼和花花公子 在蹲过橘子和被人劫走所有积蓄以后 那个一向高傲乐观的安妮还终于明白 年老色衰的自己 是不可能再嫁给有钱又忠诚的多金男了 于是她带着两个儿子安定了下来 开始踏踏实实的生活 《我的唯一》之所以能在某半拥有8.0的高分 并入选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并不是因为这部喜剧电影有多么的搞笑 而是因为这部影片的剧情非常贴近真实的生活 即使是电影里非常励志的女主角 她也和常人一样并不会拥有金手指和开挂的人生 而且影片的时代背景也设定得非常的讨巧 二战后的50年代 女性回归家庭依附于丈夫生活 她们的身份地位甚至还比不上二战时期 安妮在40岁的年纪 还能有勇气与劈腿的丈夫离婚 并努力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就已经值得拍成一部励志电影了 然而你想象不到的是 《我的唯一》还是根据美国演员 乔治·汉密尔顿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 影片里雷尼奇威格饰演的安妮 生母亲为了契合影片的年代背景 也为了塑造好安妮贵妇的形象 《我的唯一》为奇威格配置了多套50年代的父母华服 在与多金男相亲的场合 奇威格的戏服大多都很华丽 尽管款式都比较简约 却展现了安妮非常优雅端方的一面 就比如这条黑色的连衣裙 大圆领款式的裙子并没有太多设计的亮点 但脖子上花碎造型的项链 还有手腕上披着的黑色披薄 都赋予着装非常悦目的美感 华丽质感都来源于一群布满褶皱的布料 视觉效果很像是一件精细打磨过的雕塑品 在奇威格一头金发的衬托下 这条金色的连衣裙很具备奢华的质感 为了让视觉的色彩更统一 奇威格佩戴的耳钉和胸针也都是大金的配色 影片里安妮第一次约会渣男时 也穿了一条白金配色的连衣裙 和之前的黑色连衣裙一样 这条裙子也设计了一个低胸的大圆领 为了让脖子不显得空大 奇威格佩戴了一条亮晶晶的项链 流光溢彩的质感 很能呼应一群非常高光的面料 在隆重的场合 奇威格还会穿到印花图案的连衣裙 与其他裙子 佩戴金属材质的项链不同 为了降低印花连衣裙的繁杂感 也为了提升造型的端装感 奇威格佩戴了一条珍珠材质的项链 视觉不张扬 却凸显了着装的高级感 日常戏份里的奇威格 它的戏服大多采用珍珠面料制作 就比如它这件毛泥大衣底下的连衣裙 就采用了细珍珠的面料 因为这种面料有着很强烈的垂坠感 所以很容易凸显穿着者的身形曲线 奇威格这条白色的珍珠裙 还佩戴了一根白色的细腰带 可以使身形的上下轮廓更分明 在安妮桌间的戏份里 奇威格亮相的衣裙 也是用珍珠的面料制作 比起其他面料 珍珠面料更能编织出精美的图纹 奇威格上衣的衣领 还有半裙的裙摆 都坠有精细的花纹 使得纯白色的裙子 更有视觉的亮点 为了加重细服的年代感和端庄感 精致的小礼帽和吉万的小手套 都必不可少 母子三人搬到洛杉矶定居以后 奇威格穿着的连衣裙 大多都会与一件珍珠面料的小坎尖搭配亮相 她这条白底兰花的碎花裙 外套的小坎尖 很有珍珠面料的花纹基礼 比起单穿印花裙 身披珍珍珠小坎尖的奇威格 更有成熟女人的风韵 还有这条出现在夜幕下的黄色连衣裙 有了外罩的珍珠小坎尖 着装更有搭配的层次坎 并且小坎尖的配色 还呼应了珍珠项链的颜色 而奇威格衬衣搭配半裙的细服 外罩的珍珠开衫 也会做到颜色的里外呼应 她这件成颜色的小开衫 衣服的颜色和衬衣印花的配色相同 此外奇威格还在这部影片里 亮相了一套非常精致的小套装 和50年代的流行套装一样 这套细服的剪裁 非常能凸显女性妖姿的纤细 并且100的设计还非常富有创意 让着装者既能彰显出贵妇的优雅感 又保留了女性非常娇俏的一面 虽然奇威格不像影史其他奥斯卡影后那般 拥有非常出众的容忍 但她的身材却保持得特别的好 年近40出演一名40岁的李懿贵妇 从表演到形象都无比地贴合 那些漂亮的复古华服 在她的生动演绎下 让50年代女性的着装风貌 悦然于观众的眼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